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重量手工军 那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清清可爱的青梅粽 那这里呢,我们的小粽子的做法呢 其实也是万粽皆齿粽吧 上面的话呢,给大家做了一些水果的造型 那有一部分的话呢,我们花色跟布线呢,是类似的 所以呢,我们教程的话就同意给大家出一期 那这里呢,我们线的话呢,有三组轴线 三个方向,我们按顺序给它放开就好了 那下面呢,先把我们的轴线先固定一下 那下面呢,我们也来看一下 加线的部分,加线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从这三个方向 我们就能看出来顺序 那银色的线顶的呢,第一根是米白 然后空木坨,冰绿,冰绿,冰绿,米白 那这里一共加线是六根 那如果大家做的是其他款的话呢 就按照屏幕给大家打出来的一个顺序去布线 那这里呢,我做的是一个小梅子 那梅子的话呢,这个图案我们做的也是万果结齿 做的比较迷你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布线的部分 线的话,我们长度用的是50公分 加线的时候呢,需要大家先扎针 把线扎到我们这根线对着之后的终点 然后固定到我们两根轴线的中间 这里我们要记住一个口诀 轴线在下,动线在上 轴线拉直,动线绕线,做反斜卷结 轴线拉直,动线绕线 轴线在下,动线在上 那这里收紧之后一个反斜两节的夹线就完成了 刚刚我们第一根夹线是米白 那接下来我们加空木坨 面线对折,找到终点 卡在我们两根轴线的中间 轴线在下,动线在上 轴线拉直,动线绕线,做反斜卷结 第一下一定要拉紧 第二下跟上就好,也不用特别用力的去拉它 只要把线收紧就可以 下面交换一下最右边 下面交换一下最右边 轴线拉直,动线绕线 那接下来还有四根加线 前面呢给大家做的比较详细 下面的话呢就按顺序去制作 下面的话呢就按顺序去制作 请按顺序去制作 我有点重力的 反正在简单 明看一下 煮准备了 鱼 鱼 削尾 后面 桃 走 小鱼 看 王 不 带 寻 那这里呢我们一个方向的夹线就完成了 下面还有两个方向方法一样 下面还有两个方向方法一样 切换一下位置 这样比较好演示 那这里呢我们先拿出中间的米白色 左线向右 右线向左 左线在上作为动线 右线向左 在下作为轴线 先做一个反斜转斜的绕线 那接下来呢两根线作为动线 向两侧各做五个反斜转斜 按顺序去做 按顺序去做五个反斜转斜的绕线 这里要注意 这里要注意轴线在下 动线在上 然后去绕线 线的顺序也很重要 下面呢我们来做第二排 第二排我们做的是最中间的枯木坨 空木坨这里呢也是一样的方法交叉 这里只做一个反斜转斜 那接下来空木坨作为轴线 两边的线作为动线 各做四个反斜转斜 这里这个小心机一定不要忘了 那上面空木坨的位置呢 现在也就是我们水果的一个水果梗的一个部分 那这一排完成 下面我们就按顺序去制作 拿最中间的两根冰率交叉 接下来冰率向两侧各做三个反斜转斜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个动轴线的关系 按顺序去做就好 要擦 要擦 下一排我们再交叉 下一排我们再交叉 最后两根米白交叉 那这里呢有点线连去 其实手指底一下它就出来 最后呢我们拿我们刚刚这根线是原来我们做这个小环的位置的一个中间的轴线 然后在这里呢也是作为轴线 然后下面呢我要把它拉出来作为动线 向中间做二四六 做六个反接转机 我们这里整个编织面做的都是反斜转机啊 无非就是向左跟向右的一个区别还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结的话呢还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下面呢交换一下做这一边 线呢顺序不要拿错 也是做反斜转斜的绕线 洞线呢是最边上的那一根做一个包边 现在这里米白色做了一个菱形 把我们的小梅子包裹在里面了 那这里我们一颗梅子就给大家演示好了 那接下来两个面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搭桃 吧 我记得吧 我记得还是这样子 该是这样子 我记得好不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